大家好 那在前不久 我们刚刚对中国新智晴的两款新车 新锐L智晴以及新远L智晴 进行过详细的静态体验 我觉得两台车依旧维持了 极力车型一贯的高水平 在设计包括质感上 在同级别程度中真的是挺出色的 那作为混动车型 它们在驾驶包括油耗方面的表现 自然也是重中之肉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成都 会对这两台车进行开放道路 包括场地的试驾体验 也会测测油耗 就让我们看看它们的表现 如何吧 首先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 就是现在这么多的车企在做插混 包括增程式的这种车型 为什么极力反倒在这个时候 要做一个HEV 也就是油电混动的产品 那这种插混包括增程 自然是有它的优势的 比如说如果你在家里 或者在公司有一个地方 有比较方便的充电条件 那这种插混或者增程式车型 确实可以当做一台电车去开 它能很明显的降低用车成本 而在满油满电状态下 它一次的续航里程也确实非常的长 这些都是它们的优势 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 它没有什么方便的出现条件 买一台插混车型 就是当一个油车去开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实际上是为电池付出了额外的成本的 但它并没有用上 甚至因为电池它还会增加车重 所以对油耗反倒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对于这些用户来讲 我觉得这种HEV的车型 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了 首先它依旧是有着这种插混车型 一样的低油耗的优势 但同时它们又不用为电池付出太多的额外成本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这种整体的市场环境 就是虽然说系统员车型 它确实是有很快的增长的速度的 但是燃油车依旧是最大的基本盘 所以对于那些传统的燃油车用户来讲 我觉得像这种HEV的混动车型 它是最不用改变大家的用车习惯 同时又能带来更好的燃油经济性的这么一种解决方案 而且在电池上你也不用掏太多的钱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用户来讲 其实这种车型是最好接受的 那说完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说这台车本身 其实在昨天我毕竟对这两台车进行了场地的试驾 今天我们也会对它们进行这种道路的试驾 以及油耗的测试 现在我开的就是星瑞L至勤这款车 这两款车其实它们用的动力总成是一样的 而且大家对这套动力总成应该也不迷不陌生 它们都是搭载了1.5TD的混动转用发动机 热效率超过了44% 然后是采用一个PE加P2电机 再搭配上三档混动变速箱的这么一个动力总成 那官方给这台车的零百加速时间是7.5秒 我们在昨天场地试驾的时候我也踩了一脚 我觉得它整体的加速体感在起步的时候是那种比较柔和的感觉 它是可以说是悠起来的 而不是说一下把你踹出去 然后在整个加速过程中就是整个0到100的全速段 我觉得它的加速体感都是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 就是一个家用车我觉得应该有的水准 然后它虽然有所谓的三档的混动变速箱 但是在这种极加速的整体过程中 其实是并不会感觉到什么所谓的换挡动作 或者说这种动力的波动 我觉得整体就是一个非常顺滑的状态 包括说7.5秒的零百加速 我觉得其实除了说同价位一些非常少数的性能取向的车以外 它整体的加速性能也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应对绝大部分这种使用场景已经完全足够了 而在日常的这种驾驶体验中 我觉得它整体动力也依旧是这种很顺滑的状态 当然毕竟它采用的是HV这种油混的动力系统 它整体发动机工作还是比较频繁的 但是它的在动力端 你的体感上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那种燃油车的动力的波动 包括涡轮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在整体的平身性以及动力响应上 它依旧是相比传统燃油车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的 然后在底盘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也是继承了吉利车型一贯的高水准 那昨天的场地试驾 我们体验了一下绕桩以及迷路的测试 这台车整体的给人感觉就是在这种舒适取向之余 就是它毕竟是一台家用车 在这个标准之上 它整体的驾控还是非常扎实的 转向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跟手的状态 车头的响应也足够的快 而且在这种连续的绕桩的时候 它的侧倾肯定是有的 毕竟它的初段是要照顾日常的舒适性的 但是后段很能冲得住 那吉利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中 都习惯用一个比较宽的车身设定 那这种比较宽的轮距设定 在这种高速行驶包括连续的变换车道 包括绕桩的状态下 它就能带来更好的高速稳定性 包括在紧急变道的时候 我觉得它整体的车身跟随性 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依旧是继承了吉利一贯很高的那种机械素质 也是一台很好驾驭的车型 包括整体的车身姿态 车身跟随性 在同级别车型中 也算是很优秀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包括说日常驾驶 我觉得除了说它很稳以外 那其实滤震也是一个比较有韧性的状态 它确实不算很软 如果说你跟那些日系偏软的车型去比 你可能会觉得它比较硬一些 但是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整个滤震以后的 对于余震的控制非常到位 对于车身的姿态控制也很到位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种驾控的感受 也是同级别车型中很出色的这么一个状态 最后呢 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油耗了 那官方给这台车的百公里油耗是4.22升 那现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一个油耗的测试 用的是舒适模式 然后东东回收就用的一个自动的状态 包括说空调调到了一个23度 然后风量自动的整体这么一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基本上会跑一个54公里的里长 也包含了市区包括高速的路段 到时候到中间以后看看它的油耗表现如何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要强调一点的是 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为了一个好看的油耗 说开的特别慢 因为我们这次是有实现要求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们正好开了56公里 然后行驶时间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平均时速是50公里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接近大家日常用车的这么一个工况的 然后现在表显的平均油耗是4.1升 我觉得也是做到了官方所谓的油耗进入4开头 这么一个时代 这个油耗表现在结合上 它本身HEV的这种混动的结构 我觉得确实是做到了性能以及油耗的坚固了 整体还是可以让人满意的 然后再跟大家简单分享一点 就是之前我们静态体验的时候 当时车机不是还不能体验吗 那现在这个车机是可以用的了 那它确实是搭载了8155芯片的 而且用的就是银河OS2.0 大家应该也是很熟悉一套车机系统了 包括说整体的操作流畅度 以及应用的丰富程度 包括说语音控制好用程度 也都是大家预想之中这么一个水平 所以整体智能化的方面的表现 我觉得同样也是能让人满意的 一会我们回程的时候会换到星月L质情上 同样我们也会测一下油耗 然后也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驾驶体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好 现在我们就换到了星月L质情上 虽然用了同样的动力系统 但毕竟它是一台更大更重的SUV 所以它的零百加速会比星月L的质情稍微慢一点点 7.9秒 昨天我们场地试驾的时候 我实际体验的感觉 确实它在全力加速的时候 体感会相比星月L质情 会更平一些 更柔和一些 当然7.9秒的零百加速水平 在同级别摄像中依旧也是挺突出的了 同样也是足够用的了 这点完全不用担心 而在日常驾驶中 我觉得这种动力体感就更没有什么区别了 整体也是这种很顺 很柔和的风格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再跟大家多赘述的了 然后在操控维度 确实你不能用这种SUV去和像星月L质情这样的轿车去比 确实它在这种绕装 包括紧急避让过程中 整体的侧倾幅幅度会更大 而且它整体调调的风格 我觉得相比起星月L质情那种偏灵活的风格 它会更加的稳重一些 转向也不会有那么的灵敏 但是在SUV车型中 它依旧也是那种转向足够的准 而且整体车身的跟随性足够强的这么一款车 所以整个底子还是在的 给人的驾驶信心也是足够强的 只不过说如果从操控角度来讲 如果你比较在乎这种操控的灵活性 那可能我会更加推荐于去选择这个星瑞L质情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两台车虽然底子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用的胎还是区别比较大的 那这台星瑞L质情它用的是Ego F1的轮胎 整体抓力力是很强的 但是星瑞L质情我们开的那台车 它用的是阿腾拉斯的轮胎 那套轮胎其实主要还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操控有比较高的要求的话 如果买星瑞L质情 我建议是去换一套抓力力更强的轮胎 驾控起来会更加的得心用手一些 最后就是油耗了 那这台车同样也是因为它定位的原因 它官方给的百公里油耗会比星瑞L质情略微更高一些 是4.79升 那现在我们也是用同样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设定 当然路线会略有区别 然后到了目的地以后我们看看它的表现如何 好那刚刚我们星瑞L质情的油耗测试也结束了 一共跑了57公里 而且平均时速比刚才星瑞L还高了不少 达到了70多公里每小时 然后油耗表现时4.5升 同样是一个很优秀的成价 而且我们可以说两台车都跑出了比官方油耗还低的成绩 所以在燃油经济方面 这两台车我觉得都是不用担心的 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吉利在整体产品布局上真的是非常完善的 有燃油有插混也有像我们今天试下这两款HEV的油电混动车型 而且这两款产品我觉得他们也依旧维持了吉利一贯的高的产品素质 不光是省油 他们在驾控设计智能化等等一系列的层面 我觉得表现也依旧是同级别中的佼佼者 最后的关键自然就是价格了 我个人大胆猜测这两款车应该真正能做到油电同价 虽然我不会因此说燃油车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 但是我觉得以这两台车整体的表现来讲 对于大部分的家庭用户 他们的信力还真的是挺强的 这里是聚光电厂赛博车库 关注栏目了解更多新能源资讯 感谢观看